怎样才能快速入睡呢? 要注意八点 很快会发现睡眠原来这么简单 快速入睡的能力因人而异 但有些方法可以有助于促进更快的入睡 以下是一些建议 第一是规律的睡眠时间 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每天在相同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 有助于调整生物中提高入睡的效率 第二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 确保卧室安静、黑暗、凉爽 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 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 有助于放松身体和大脑 第三避免刺激性物质 避免在睡觉前摄入咖啡因、尼古丁和刺激性的药物 这些物质可能会干扰睡眠的过程 第四要学会放松技巧 使用深呼吸、渐进性的肌肉放松和冥想等放松的技巧 有助于降低身体的紧张度 帮助睡眠 第五要限制屏幕的使用时间 避免在睡觉前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 因为屏幕发出的蓝光可能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干扰生物中 第六规律的锻炼 湿度的身体活动对促进睡眠有益 但是避免在临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 第七避免大量的液体 在临睡觉前限制大量液体摄入 以减少夜间起床上厕所的次数 第八尽量避免午后长时间的睡眠 避免在下午或者晚上过早进行长时间的白天睡眠 以保持夜间入睡的能力